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報寸 今天天氣都很好 我看不到昨天的天氣很漂亮 待會告訴你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7月15日,星期五 天文台發出了特別天氣提示 天氣炎熱可能會影響健康 今天大家要保持警惕,多補充水份 在戶外的朋友記得注意防曬 今天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遮雨 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 新界會再高日亮度 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 高溫的天氣會持續到下星期 好,確診方面又上升到3674宗 一直在高水平,過幾千 再多五人死亡 稍後詳細說一說 中槍示威者潛逃案 驚人內幕厲害了 又說背在貨倉裡面 背在箱裡面 有些就說到 幾個收藏的人都長頭髮 沒有剪過頭髮 還有消息指 Youtube頻道 升旗易得道跟案件有關 當中涉及捐款 究竟詳細是怎樣呢? 稍後看報紙再告訴你們 另外 昨天說的直立板那位死者 原來他很年輕 還要是一個健美冠軍 上個月才贏了 這些真是麻煩的 稍後跟你說一下為什麼 當然我對健身也有看法 美麗的天空你未必看到 不知為何拍很多照片 很多都不同顏色 有些是火燒天 一片紫色 機場真是美麗 再說一下 有個七十歲的伯 和中年男人因為爭女打架 雙雙被捕 香港的新聞真是多了 先和大家匯報一下疫情的進展 三千六百七十四宗確診 257宗輸入病例 沒有溶斷的 繼續輸入的 多近百宗變種病毒個案 更新五名患者離世 再多四間院射爆疫 涉及六名院友 看這些數字就不算多 我講的是院射爆疫 死亡當然不理想 有五個的話 沙頭角護理院17人需要檢疫 另外355宗學校情報 292間學校情報有確診個案 涉及285個學生和70個教職員 哇 每天都幾十幾十老師 你老師已經說短缺了 那些傢伙還不需要上學 真厲害了 醫管局方面 新增74個員工確診 另有16名染疫員工以返回工作崗位 也有些數字看看 257宗輸入當中 117宗是機場樣本 119宗是酒店發現的 21宗離開酒店後發現 已經流入社區了 過去一天 英國佔大多數 來香港有74宗確診 新加坡24宗 菲律賓和美國各佔11宗 泰國有19宗 誒 誇張誇張 輸入沒得說 一定是繼續 最嚴重的都是英國的 你看到的數字 咦 看看有沒有那個死亡的東西看 是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我看看待會有的再告訴你 還有其他新聞 70個地點上榜 藍田壽司郎 沙田第一城 譚仔三哥 這些熱門的食肆 都是要強檢的 有70個處所 嘩很誇張 最近是70 之前我說說40 最近是70 這幾天都是 食肆方面 紅磡灣中心地下 豪燕海鮮酒家也有 機場麥當勞也算是 狠德基 馬安山也是 深水埗有一個叫 金太子泰國餐廳 18區、19區都有 安心出行就要看一看 另外新增1681棟液下 九肚山峰、怡龍山莊 晴天半島也是上榜 都是有錢的地方 講講有錢 其餘什麼都有的 去到公屋都說有的 那個液下這樣 不過他又沒有說要強檢 看到深圳灣機場 和港珠澳口岸離境人士 檢疫如果是陽性的話 將安排入隔離設施 即是現在人們一過關 一有什麼事陽性 就要去隔離了 即是香港現在 不是一向都是這樣的嗎 我不知道為何 新聞特意要拿這個做專題 居家隔離人士 需要配戴電子手環 一早就要 這些不是今時今日才有的 一早已經有的 現在才用來重心說 真是有趣 持續有深圳灣旅客 驗到陽性後自己走去 嘩 他們這樣說 可能是檢測出現問題 當局就說 會研究改善措施 可能如果你過關 不讓你走 我說陽性 因為你的報紙已經賣出來了 剛才說過 如果你過關陽性的話 會把隔離措施 報紙剛才這樣說 應該就沒有猜錯是這樣的 這個也很合理的 我覺得 這個航空公司叫什麼名字 香港Express 香港Express 下個月 下個月就會新增一些 日本的航班 每個星期 就各一班 復光和大阪 哇 真是黃欣浩蕩 我們以前去日本 你知道 每天都幾十八架 很便宜 這間航空公司 以前是很便宜 現在每個星期 就 即是 福光和大阪都有一架 新增一架 我這樣的 好 好的 有一架 好 另外 民主黨被通知附近 爆疫 本身有個籌款的宴會 酒樓 如常營業 原來發現沒有人確診 當日是維修冷氣 人家去哪裡吃飯 這樣也可以 會不會是一些什麼呢 因為回應了 他說 不是 我們還有做生意 沒有確診 聽回來 就說會消毒 有人確診 等等 最後 奔客 超過三百人 就沒得玩 燕會取消 這樣 好 講一講 昨天的天真是美得不得了 為什麼 我看不到呢 黃昏時間 再早一點 天氣是這樣的 我進去剪頭髮 在室內 在瘋傳 這些 晚霞火燒天的相片 哇 昨天的天真漂亮 天文台說有什麼寓意呢 他說代表天色 或者會好轉 或者會好轉 天文台說 我可不可以說肯定一點 好 全港市民抬頭望天 昨天 不是暗 不是看超級月亮 這個晚霞火燒天 比超級月亮 超級月亮也漂亮 不過 話實是大了7% 有什麼特別呢 光是有幾光 天文台解釋 在中緯道地區 風雨較多 由西向東移動 如果日出前後出現潮下 代表大氣中 而有不少水氣和雲層 就從西邊靠近 有可能會下雨 相反 如果黃昏時出現紅霞 就表示西面的上游地區已經轉程 陽光透過大氣 散射與雲層反射造成晚霞 這個雲 再向東移動 天色或者將會好轉 說話這麼不肯定 好 所以 如果有晚霞的話 有句話叫做 不是晚霞 朝霞 朝霞 朝霞不出門 如果有朝霞的話 就是代表天氣不好 就是他這樣說 我拍不到 不過很多人在網上就浪費 昨天天真是漂亮得不得了 今晚會不會有呢 先補一補 這些事情 做了這麼久的人 都很少見 偶爾也有 但沒有漂亮到這樣 周圍的人要用來打卡 好了 香港有多漂亮呢 大家各有不同的想法 好 那說一下那宗香港的 又說什麼 中槍示威者潛逃案 那些 又說到有關YouTube Channel 升旗而得道事 好 看看什麼事 很多報紙都是 做這個叫做頭條 頭條的 那我懷疑呢 這班示威者 曾經在升旗而得道 是眾籌的路費 當然啦 有些報紙就說 他們是被人賣了豬仔 究竟什麼事呢 那升旗而得道 這個頻道 就在英國的 曾經在香港 英國的 現在就長住了 那警方又說調查他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近日 說有成員 涉及窩床 在公廈裡面 收了別人的眾籌錢 企圖離開香港 那件事呢 其實就是2019年 反修例風波裡面 在荃灣 遭警察開槍打中所空的學生 叫做曾志健 還有另外三名 涉及一些暴動案件 棄捕潛逃的年輕人 前天就在西貢北潭聰 懷疑 想坐快艇去台灣 被接獲 昨天被帶到法庭提訊 警方國安處 接手這個案件 調查顯示 YouTube Channel 星期二得道 有一個成員 就說 郵稅 正等候審訊的人士潛逃 這個我真的不清楚了 他就這樣寫 亦收取 上述四人 四十萬元的偷渡費 看看他會不會自己說 警方拘捕一名 有份協助 協助他們協助的倉務管理員 以及追緝其餘涉案的人士 在西貢落網的四個青年 包括曾志健 馮清華、王凱銘和姓王的少年 年齡介乎16至24歲 很年輕 真的很可惜 警方 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 四人分別說 在2019年6月至10月 在金鐘、荃灣、將軍澳 有些暴動和非法集結案件 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 沒有去接受審訊 棄保潛逃 而被法庭通緝 說 新界南總警局刑事部 以情報主導行動 由於案件涉及國安風險 由國安處接受 國安處以涉嫌協助罪犯拘捕 34歲男貨倉管理員 因為很重要的 要說清楚一點 負責窩床 轉移 間歇性提供食物 看到頭髮 就知道淒涼了 完全無日無天 就閉上了 說到YouTube Channel 升旗易得道 就說 2020年初 有頻道成員 向正等候審訊的人士 遊說他們 棄保潛逃 同年10月27日 這四個人被慫恿 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尋求庇護 但美國那邊是沒有理會他們的 尋求庇護 我又覺得 當時社會運動 美國又出來又說很多話 尋求一些政治庇護 真是沒有理會他們 這裡是這樣寫的 四個人被安排 去到葵聰公下窩床 先後轉了三個地點 他們身處的地方 是環境惡劣 和沒有窗 四個人 就是被開追查 成年了 沒有出過街 偶爾有人送食物來 給他們 警司形容有關的成員做法 就不人道 而且是奇怪的 每次轉移新地點的時候 竟將他們放在一些貨物 封了紙箱 放在一些貨物裡面 將他們帶去另一個地方 當作貨送 四個人 其實都很累 身心疲累 在一個 也不知道怎樣 你隨時會被拘捕 或者被踢鬥 有人覺得迷惘 就不想再閉上 有成員向四個人提出 可以幫助他們 潛逃去海外 向他們拿錢 四個人先後給了四十萬 在今年初 情況更加差 魔藏地點沒有交租 也沒有食物提供 四個人用了存款 買乾糧 直至前天下網 報紙就這樣寫 承諾他們 安排他們離開香港 一星期二得道Youtube Channel的成員 原來 基本上在海外 他們在海外 有做一些眾籌的行為 他們四個人拍片 原來這四個 所謂出了庭的年輕人 拿著護照說自己的情況 鞠躬呼籲 有心人捐錢 資助他們生活 這裏報紙就這樣寫 影片就拍了 但最後一元都放不到他們手上 相關的頻道 你也知道星期二得道拍什麼 這樣 警方鎖定最少十個成員的身份 包括星期二得道頻道的始創人 大部分都是身處英國的 原來有人還在香港 警方透露 看到情況也很慘 他們那些年輕人 警方也是這樣說 說不人道 他說頭髮比肩膀長 身又瘦 又很累 不像一些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 警司這樣說 雖然他們曾經違法 但對他們的遭遇感到難過和驚訝 警司的說話 認為他們在謊言之中 成王成恐的生活 直戚相關的頻道成員 吃人血饅頭 國安處就會繼續調查他們這個頻道 這樣說 了解有沒有餘黨在香港進行一些不法的活動 亦會追查籌款資金的去向 整個報道就是這樣 那裡我不知道 不清楚 是不是人血饅頭的 但我覺得很可惜 香港搞到這樣 就是這樣 曾經有一段時間 很多年輕人很不理智 做一些行為 因為其實 那時候也有很多 不只是一個YouTube Channel 很多YouTube Channel 叫一些人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告訴你 我這個頻道講這些話 已經講了很久了 我是看不起一些人 叫人出來自己在後面 慫恿一些人出來 我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那時候 做過的事情的人都已經走光了 我告訴你已經走光了 那你做完這些行為之後 你換來什麼呢? 做完這些行為之後 我換來這樣 OK 這個報道就講到這樣 我都不必加太多個人意見 因為太多不同想法的人 在我的頻道 我看到這些報道就跟大家講一講 如果你們想有一方面的說法 你不要聽我 我都盡量被中立 但我只是覺得 香港搞到這樣的人很可憐 是的 好了 另外要講一講 也是一個政治方向的問題 香港人書展臨時被取消 負責人說血本無歸 估計業主受到政治壓力 本地出版社山道文化 本身14日 即昨天 在銅鑼灣 Morpus 舉行香港人書展 但業主臨時告訴他們 活動違反了場地使用條款 終止他們的合約 負責人叫楊子進 本身籌備過程一直都很順利 去到12日 業主致電 認為事件有點敏感 引起迴響之後 就說 發信指違反租約 正終止租約合約 其實 聽名字就有些政治色彩 再看看 楊子進表示 曾經嘗試約過業主 但根本 對方都沒有到場了解 估計是受到壓力 正常商業社會 希望透過協商解決 就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他們自己相遇受到損失 對我們來說 就更加血本無歸 他表示 活動確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但全場只有一成的政治書 但香港又出版的自由 即使國安法之下 只要遵守法例 亦可以出書 他說 日後舉辦活動 需要考慮更多 可能不只考慮法律 而是考慮一些政治的風險 他... 對 他已經上過 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去做訪問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商台說什麼 香港是這樣的 你... 不是不知道吧 你看多新聞你就會明白 好了 再講其他新聞 嘩 有個販毒的男人 在秀茂坪斷政 檢獲了4萬3千元的冰毒 我昨天聽新聞 在的士上聽 現在很多人吸毒 尤其是 現在很多人撲兵 這些東西不是新東西 不過是 在警方 搜掠到回來的毒品 拿到回來的毒品 最多的是冰 就是冰 有今次 找到76克 懷疑是冰毒 同一批 毒品包裝工具 4萬3千元 54歲的 姓林的男人 管有危險藥物 犯運 危險藥物 被捕 我昨天討論這件事 希希很聰明 她立刻說 如果人們沒事搞 就吸毒 尤其是我在Facebook 看到有個肥妹 突然間這兩個星期 變成瘦得好像骷髏 那個手好像老人家 肩膀有血管 你不要跟我說 是做運動做回來的 一定是撲兵 我們年輕的時候 見很多行叉答錯的人 一撲兵 樣子就是這樣 是的 通常人們很短時間 很多人就問 是不是病了 或者叫她去查查 是 有什麼事 不是的 那些都是囚女來的 那些都是空虛寂寞 那些囚女來的 希望那些人不遠離毒品 你 真的搞不定 好了 另外再說一下 有個小孩子 坐在戲院門口 網傳 男童因為父母看戲 被遺忘在戲院外 警察走去證實 是不是搞錯 有個小孩子真的坐在戲院門口 昨天流傳了一張照片在屯門 新都商場英王戲院對開 那小孩子只有三、四歲 坐在這裡玩手提電話 沒有人來 那些很危險 商場管理員查問 不是說父母看戲 而丟了兒子在 這些是疏忽照顧 那就報警了 警方到場 11點半左右 警員沒有找到那小孩子 原來發現那小孩子的老爸去了廁所 放在這裡一會兒 網上傳這些消息 就是 以我傳我 不是那件事 CAP了圖 看圖作文 然後有人報警 警察列作雜項處理 虛經一場 很無聊 好 另外 彩雲村有個十三歲的小孩子 十三歲可以叫小孩子 青少年 在天台墮樓身亡 生前曾經和家人爭執過 牛池灣有人跳樓 昨天7點鐘 一個男子 在彩雲村 啟輝樓高處墮下 跌落天井 昏迷不醒 保安發現報警 檢獲事主的遺體 當場死亡 用綠色帳篷把屍體遮住 以免引起居民的不安 他十三歲的少年 現場有檢獲為數 死因就否屍後再確定 消息指 生前曾經和家人爭執 一走上天台就跳下來了 很年輕 這樣一條生命 現在真是 你說生兒子 兩面的 你不知道哪一句辣慶他 人當然是有情緒 但你不知道他會不會跳 你想一下每個人 每個人都會 你知道有這些行為 你一定有想過 是不是? 我都不敢說我沒有 但是人真的要向正方面想 有時候家床屋斃 或者一些事情 你想不到後果是 大家的關係永隔 是永絕的 所以真的 生兒子要考牌 我也覺得 我是搞不定的 就是不會有小朋友 另外再說一下 荃灣有個二十歲的男子家中上吊 家人及時救他 送院時昏迷 這陣子有這麼多人吊頸 20歲姓張的男人 二十歲 很年輕 昨晚十點三個字 在陸陽新村寓所裏面 用聖吊頸 家人發現把他解下來 案件列作企圖自殺跟進 他沒有檢獲為輸 他本身做快餐店兼職 去年媽媽過身 可能是不堪喪務打擊 和求職壓力而做出傻事 對 很少的事 你問我這些就找不到工作 你說母親離世 大不大件事 有些人就說 你說什麼小事 以後你什麼什麼 抓你又這樣 有些人就很惹 一說到這些 不適合他聽 他就在咀咒人 你放心 個個都會死爸爸媽媽 個個都會死人 人的生命是暫時存在的 所以 你要明白生命的本質 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不只是人的生命 物件都說了 所有東西都在地球上不停轉化 在暫時的時間裡 你看得到本質 你的痛苦就會 如果你看得到沒有 因為它本身有生就有滅 你看到很多東西的本質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避免 其實我的中心思想就是這樣 我絕對不是說那些 想令你不適合的說話 我只是想告訴你 世界本身就是這樣 另外 有人興生 有人想生存 到意外就會走下去 這個其實很軟式 因為本身 昨天說的直立板已經很危險 你以為是一個普通人嗎 他不是 他是一個見美冠軍 二級懲教助理 很年輕 二十六歲 他在玩直立板的時候 掉落水 然後失蹤了 再找回屍 你看他的身形這麼漂亮 他是冠軍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上個月才比賽完 還要贏了 八球腹肌 周身肌肉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可以說一點點 身體越是體肢低 其實你身體裡面的礦物質越少 尤其是健美先生 雖然他不是超級低體肢那種 我看他這一種應該是沙灘先生 因為穿沙灘褲 再穿三角褲子那些就是 Body Builder 他這些是Mr Fitness 但是也是要很低體肢 那礦物質很低 浪費一浪費 其實是很容易中暈的 也很容易暈的 很多人去見美脫水之後 去擺姿勢 擺姿勢也會根皮力揭和暈 那 我昨天和朋友討論 他說 那兩個臭小子自己游了去 也不管他 跌落水 其實跌落水 可能10秒就跌了 那你是不是 怎樣經常看著這個人呢 有人前有人後 他兩個人搶那隻艇 一定比一個人那隻獨立版的 這個很難說 又不能夠完全把責任放在別人那裡 但是就告訴你 其實很危險 還有 人有這麼多時間操練 你的自信心一定是強的 自信心一定是強的 覺得自己搞得定的 因為其實玩健身玩到這樣 是能人所不能的 但是有些位置 還屬於說暈就暈 前幾天都很曬 是啊 前五秒你什麼事都沒有 突然眼前一刻你就會跌下去 所以本身 這位二級懲教助理 他是一個運動健將 他懂得游泳的 擅長水上活動 是 還喜歡踢球 健身 健身還要厲害 但是他一有突如其來的事情 欺山莫欺水 真的不是開玩笑 有個伯伯蹭傷 那個水池不高得膝頭 只要鼻子和口浸過了水 那時候在公園裡 伯伯蹭傷掉了水池 那個水池是非常淺水 一樣浸得死 所以 人本身是不太適合 是簡直不適合 人根本是不能夠在水上 在水裡面生存 所以 一玩到水上活動 是要非常小心 盡量都 我自己本人 就不接觸這些事情 今天時間到這裡 謝謝 拜拜